黑煙不斷往上窜 几公里外的道路上就可以清楚看到 从附近建筑探头出去 看得更清楚大火熊熊燃烧 就在19号上午10点多 新竹科技园区内例行五路上 一间气体生产公司的工厂起火燃烧 我就坐在里面 我坐在里面我听到蹦的时候 翻过去看就着火了 警消陆续接到报案电话 立刻出动20辆消防车 超过80名警消前往现场 发现起火建筑有6楼 浓烟不断从场内窜出火势猛烈 燃烧的地方是在一楼的变电室 面积大概有200平方公尺 有两台变电器在燃烧 它目前主要燃烧是 变电器里面的绝烟油 主要危险物理就是现在它有绝烟油 还有它二楼有一颗700公升的柴油 消防员花了两小时顺利扑灭火势 这场大火也造成园区电压奏降 台铁表示特高央诱护 厂内设备故障跳脱 导致附近电网电压扰动 只有电压奏降不到0.1秒 强调台电供电设备没有受到影响 持续维持园区双回路供电 一楼变电机组以及二楼机台 受到大火波及 起火的建筑物是新厂房 还没开始运作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TVBS新闻城市民调子盼新竹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